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薛志谦 这里是娱乐梦工厂 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今天来观看今天的节目 然后刘倩现在在换衣服 所以今天我是抢了她的主持的工作 等等 今天可是我们梦工厂的美女主持刘倩 划刀帮你拍新歌MV 薛志谦 你好意思抢人家的工作吗 好冷 今天划刀是超级 好冷 好冷啊 好家伙 刘倩辛辛苦苦化妆 薛志谦却在一边蹦跳玩耍 你们这朋友还坐得下去吗 其实啊 我跟刘倩认识的时候呢 是在陈鹤的婚礼上 我对这个小姑娘印象特别深刻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一开始没有跟她讲过话 就觉得这小姑娘温温尔雅 结果她拿了一瓶气泡水 在海边走的时候 突然间被一个男同学一脚踩进海里 而且当时完全没有人救她 你也没有去救她吗 哎呦我当时就不认识她 我不好意思去救她 我那个男孩子我是不认识 但一脚把她腰都要踢断了 以为是开玩笑你知道吗 但然后呢她就哭了 后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刘倩哭了 薛志谦却笑了 这 最佳损友啊 不过已经拥有三家火锅店 一家服装店的薛老板 对朋友可是非常慷慨 敞开自家的服装店大门 让刘倩随便挑 聊也聊够了 玩也玩够了 快给粉丝们透露些MV的细节吧 比如 有没有这样的深情的对望 NG NG 还是NG 《情歌王子薛之谦》 MV难道要拍成喜剧片 新专辑里面呢 有九首歌 五首歌呢 也是我自己写的 那当然呢 一贯延续的情歌的风格呢 还是不会变 所以呢 今天拍摄的 这支MV的 就叫做 其实 其实我根本没人说 如果被你一笑而活 还不如让你选择 想要 这生活 分开后我会笑着说 当朋友问你关于我 我都会轻妙担心 仿佛没爱过 至于新歌 其实的MV 究竟回忆怎样的效果呈现 尽情锁定我们的 娱乐梦工厂 娱乐梦工厂 独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